第一局上半回合的BP画面 也是比较期待啊 因为第一局的话 仙安屋梦这边肯定是以邦邦为主的嘛 那Sprinzer那边的话 其实选择会比较多一些 他的角色值很深 这个我觉得需要程度计情者去提防的 但因为是B4U的球师的先上马 很容易会被针对到 对 不过如果说是仙安屋梦这边拿下一个优势 那就是一个好消息了 对不对 因为对于情人来讲的话 现在自家监管者拿到优势多么的奢侈 对不对 来看一下仙安屋梦这边是舞女佣兵 大副在手椅上要做文章了 是的 毕竟我去打一手邦邦 这样的手椅情监管者嘛 把守墓人放出来的话 我不仅追 而且他来救的时候我也不怕 没有像大副这样的强救能力 和佣兵这样的强位移能力 还是比较怎么说呢 不用去惧怕 不用太考虑太多对于守墓人 最后一手选择扳掉介石 班位很常规 很常规 然后这边选择了邮拆 邮拆的话牵制邦邦来讲 还是有点脆弱了 不过他们可能是想要打一个中场 以中场为中心去拉点牵制 没错 这个阵容的话 古董商家邮拆 然后祭司以中场为核心去打 其实红教堂中场体系 虽然说历史悠久 但是现在的话相比于其他的体系来说的话 有点怎么说呢 落伍了的感觉 有点远古的感觉 主要是仙巫梦这边 其实不仅是仙巫梦吧 就是拿IBL的所有的监控者来说 他们都是已经会应对这样的一个中场体系了 看这边猛猛冲 杀四个 对 好凶啊 粉丝也这么凶 确实 确实 感觉对于仙巫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这局不需要想太多东西 就拿自己的熟练手去冲就行了 这张地图蜡像不太好打 就拿自己的熟练手帮帮就好了 而且这个阵容的话 说实话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克制到帮帮吧 就是也没有想去 但我觉得守木人的话还是有点 守木人的话就是 会被针对到 他正是可以追嘛 刚才也说了 然后邮差 你说他现在算一个速修的位置 但是 其实有点尴尬了 像这个版本的邮差 那现在这个作曲家 我觉得要很强啊 尤其是你像 你直对面有一首帮帮的话 你有时候作曲 其实还是不错的 有点帅 这个有点帅 非常的帅气 后面你说啥我没听到 后面说 你夸谁帅 不是夸我吗 确实大家做的这个表情包 也是非常的可爱啊 那我觉得第一手的话 成都记这边也是在打常规 而B4U这边的话也是 虽然说这种上 没有针对到帮帮 但是毕竟救人位被搬了 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选择出来的话 反正什么阵容 现在加一个古董商 感觉也看得过去 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选择的话 夏无梦其实上来 他去手追这个守护人 也不是不行 反正就是把你的一个 救人压力分摊给外面 选小推可以的 这个选点 选小推或者选小门 如果说先往红坛那边选的话 你要考虑到中场这个布局 要更早就开始了 所以说夏无梦还是选择了 再小推 请追快一点的 对小推的话两个方向 先追守护人也行 没错是小推 这个点没错 先追守护人也行 先追邮差也可以 对经典追救人位 所有人不会救了 对不对 但守护人也可以中场 去找祭司帮忙吗 是的 但守护和祭司的话 还是得我优先教一下道具 要不然我这个在图里 总感觉这个动有点不太搭 我们来看一下天赋上的一个选择 底牌板留的邦邦 以及飞轮一个吗 一个 一个飞轮 其实确实是防到了的 都是带了 对 两个弹射 一个发展为 现在这个阵容就是追了救人位 就不会救了 对不对 甚至你很有可能保不下来 对的 然后看一下古董商 这个保人的话还是得交给他 因为OB位现在真的是很关键 一定要去指望一下 真的得指望一下OB位 或者还有一个打法 只能两人来救 是的 这是一种比较稳健的做法 但是消耗的资源也会很大 单位的接近度也会很多 好的 那现在让我们进入比赛画面 本场的对局是由程度区积的监管者 对战B4U的求生者 由解说用懒兔 解说一条 为你带来CV 试试赛况解说 好的 那么也是在小推方向出生 直接是往Roland那边走 Roland已经有意识要往外拉了 Roland已经开始害怕起来了 我也替他担心起来了 其实 对 而且现在是考验一下 Roland作为旧人位的一个钳制功底 怎么样了 小萌萌这边 哎呦好稳啊 好稳啊 那我就不追了呀 你都这样了 那太给我面子了 对不对 对 小萌萌这边小天赋 是带了一个打架的天赋 没错 给他挽留带起来 把中场的板子一清 洞一清 洞就直接用自己来清 是吧 而且现在其实都是一个前期 大家拉点驱赶 对 而且你看Roland这边 也是很谨慎 我都离开你那么久了 我还不出土 生怕你回头抓我呀 连Schmitty的古董商 也不敢修 对 Schmitty这边是赶紧往目的方向拉点 先乌梦这边一看守末人出铲了 中场也没有什么动了 要不然再回头 哎 没有 找邮拆去了 找到了我们的腿哥 看一下怎么样去牵制啊 先丢单雷 回身躲这个狗 但是回身躲已经咬到空了 这个狗空了 而且还吃到了雷 但是前面要进入交互点的话 可能要吃雷了 哎呦 要秒了呀这里 秒掉了 再一分钟的时间 是的 因为MyLag的话 其实他不敢往窗口去冲 因为怕我吃一个交互雷 被闪现带走 想平地躲 但是先问到雷的储备 实在是太多了 你平地躲的话 都给你铺红了 这个就有点难躲了 而且自身本来就没有带一手飞轮 那确实被秒的话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哇 这个通级就相当于 给马哥交了一个瞄准镜 对吧 直接架上 对 现在Purblem 有点高强度逛街 对 Purblem这边 我卡着吧 我一会状态掉霉了 我不卡吧 我现在没事干 Roland这边是不打算救了 那现在就两个人逛街 Purblems也逛街 Roland也逛街 然后 哎 是 Smiddy也逛街 全逛街 可是为什么呀 大家在防什么呀 呃 确实 我觉得 他们在干嘛呢 嗯 也没修 然后 因为夏无梦 他虽然没有教这个技能 但也不敢传出去啊 如果他万一带传送 Purblems是开始修了 然后 Smiddy的话 是往墓地走了 然后Roland已经开始修中场 哎呀 这个人卖归卖 但是密码机也不多 没有收益啊 问题是 对 没有收益啊 感觉 甚至还把这个大洞给清掉了 没错 这个大洞也 起得也没有什么 直接切传过来 落地是过Roland的 直接下铲 来 三连雷 被躲开了 很秀啊 Roland的走位 哎 话说马哥这个连雷的时候 根本不看那个人在哪 是吧 就是自己像这么连 怎么连 这就是邦邦吧 这就是 心里不用看 但是心中有他是吧 又来一个晋升博弈 你看现在又耽误密码机 因为我 Problems要来救Roland的 那我也别修了 而且我还担心我自己 甚至还可以不停地去换节奏 知道你外面的密码机不太够的 对 对对 呃 Problems这边的话 还好吧 起码比手部人这个状态健康一点点 遥控雷 驾到了 那如果要打拉扯的话 外面Smiddy和Roland 还是要尽快调一下状态 对 这个人还是要久了 哎呦还骗到了 哎这个 没打到 这个刀期不够长 对 先无梦有点担心 但是这里还是有刀了 是的 呃 我觉得对于Problems来讲的话 这波被反绕到了 手里动又刚好没有 其实已经是很尴尬了 没有办法 而且没办法 在密码机还差的有点多 对 外围的话 你说现在没有人能过来去挑战一下 Smiddy离那么远 等他走过来也过半了 我感觉 但Roland现在又是一个半状态 来连上卡的话 万一被找到 这局基本上就没了呀 是的 是的 呃 现在的话 是不是要准备卖第二拨人了 还是过来 Smiddy那边 压满能不能救一下呀 好像也没打算要救 我看也是 这一把是打算说走一个了 对吗 走一个的关键在于 我觉得也很难呀 对啊 你怎么 这呃 现在怎么办呢 主要是 祭司你卖了 首先卖这个行为本身就很灰 因为它是 它是 道具是可以继续继续的嘛 是 夏武风现在的一个传送又赚好了 二阶的帮帮落地六颗雷是完全可以秒掉人的 是的 是的 呃 怎么办呢 Smiddy那边 主要现在你们俩人都不敢修 呃 呃 要不然就这样 保护一下什么人 什么人去摸道具 然后一会儿把铲子用了去捡 然后Smiddy的话 你 只能扛起牵制 对 你站出来扛一下压 因为你这个满道具是不是 古董商啊 不要那么的害怕 因为密码机它 众所周知 密码机 你不去修它 它就不会动 那这样的话 现在消了 那就知道大概的位置了 但是夏武风其实确实想说 无所谓 找谁都可以 下一个节奏 好 来看一下Smiddy的一个牵制 外面 外面Roland的话是 还甚至还爆乌鸦了 对的 来看一下Smiddy的 Smiddy的一个个人solo了 看一下Smiddy 一个转式 能不能去 把外围队友的这个两台密码机 给拖出来啊 哎 可以这个又扫到了雷 又扫到了 马哥 但一个交互雷是没办法躲的 是的 不过现在起码能把这个密码机中场的大一场先补量 过来扑一个雷 跟着翻窗 好 还是5秒雷 然后连上 有个机会 没有 有点机会了呀 回头 好 还是没加到一个飞轮 没有回避掉 Smiddy 说实话Smiddy这个博弈还是挺到位的 我感觉 就是二接棒棒确实太难溜了 对 现在雷有点跟不上 对 其实很多棒棒都喜欢这样 雷跟不上的时候 我丢一个5秒雷下装 我还有连雷的机会 然后你不敢走 我雷蓄出来 直接一个二连 那现在有点尬住了呀 Roland有点做什么都不行 手上就是一身正气和一个化险为行 对的对的 对Roland那边反正你就肯定救不了了 这要挂了吧 看这意思 因为马哥牵得太远了 不能再 不能再晃了 晃了 但是这样的话有风险啊 就是Roland那边万一会走地叫了怎么办 因为他手里是有铲的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是也有啊 Roland现在在打一个反心里 你会觉得我卡在最远的一个地方 但其实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Roland这边肯定也不会救的 Roland这边肯定也不会救的 向一向 沐默就要看你的嗅觉了 往角落这边还是一直都没有耳鸣 是的 Roland是打算 不救了吧 Roland 实播一下 实播一下 反正说 啊 这一下 看到了呀 这一下马哥看到了吗 还是说 哇 哇 哇 这上来第一局就拿一个五分的大游戏啊 直接上来一波四抓 太凶狠了 香吾梦今天打的 继续延续了上一局的表现啊 就香吾梦感觉就在说 我的密码机 你一下都不能动 一下都不能动 这动一下的话 确实会有一下 就是比较微小的抖动啊 但是 这真的看到了吗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啊